獲得你們的名譽 獲得你們的分數吧 迪斯科特 迪斯科特 欸 星星去哪裡啦 為什麼我沒有星星 不知道 直播開始了 星星咧 嗨 大家好 我是李蜜 今天我要扮演的是 迪斯科特大陸的女王 那我的皇冠呢 你的帽子 不知道找不到 找到星星咧 星星去哪裡啊 沒有掃一半 沒有掃 怎麼在掃一半 就昨天收的袋子 掃掉啊 蛤 星星掃不見了嗎 沒有在袋子裡啊 蝦米 還是會不會混在這些裡面 等一下 怎麼會沒有星星 那邊的藍色紅色 那在那幹嘛啦 好 那現在眼魚花吧 我也不知道她要多久回來 時間可能不夠 現在十二點 好 那來開吧 好 你是女王 我是 你是士族的有士 我是小士族的 小士族的首領 那我現在怎樣 我們有風火水土 四種不同的士族 那是無謂的勇士 無謂的勇士們 那些都是勇士們 那我們玩家就是首領要去 要派我們的勇士去招募勇士去打怪 風火水土四種士族 然後你們請派出各種勇士們來幫助我 保護城堡打敗怪獸們這樣 OK嗎 好像不對 那一個主板 那個主板就是士族 玩家就是士族首領 對 玩家是士族首領 對 然後下面那些是勇士 這些是士族招募的勇士 對啊 那我講的那也不對 好像對 好的 各位觀眾 實在是不知道要說什麼 好 開始 然後通常是報告嗎還是什麼 報告女王 要報告女王 沒有報告 在城堡外又發現了兩隻二獸 通常沒有報告 這要先抬頭 呃 女王 報告女王 要有報告嗎 是報告嗎 禀告女王 哦 禀告 禀告女王 禀告女王 士族們的首領已經準備好了 聽候拆遣 士族的勇士們 真的是非常感謝你們 因為在迪斯科特大陸上面 有太多的惡獸肆虐 這些惡獸只要不打敗他們 他們就會來攻佔我的城堡 破壞我的美麗的城牆們 所以各個士族的勇士 我必須要派遣你們 去打敗這些惡獸 獲得你們的榮耀 得到士族的榮耀吧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因為他分數就是榮耀分數 對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我是秘密基地的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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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秘密 迪斯科特的女王 對 今天跟大家說明一下 她如何 今天跟大家 跟各位士族勇士們說明一下 我們要如何打敗二手 對對對 我是科特大陸的女王 在這邊 OK 好 就這樣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迪斯科特大陸的女王 李蜜 今天要教各位士族的勇士們 如何去打敗這些二手 才可以獲得我們二手大陸的士族勇士的榮耀 所以呢 在我們去打敗二手之前呢 請大家先攜帶好裝備 裝備呢 就是要先幫我們按讚 按分享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樣你才有資格成為一個 迪斯科特大陸的勇士 沒錯 好 那準備好你們的裝備了嗎 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出發 前往打敗二手 可以 可以 好 可以 為什麼要取笑我 沒有人取笑你 有 你 沒有 演得好演得好 現場的觀眾不要再取笑我了 不要再說我每次台詞都一樣了 不然你們幫我寫腳本 臭阿Q 臭阿Q 居然說你的每次台詞都一樣 對 加二來寫腳本喔 不行不行 你現在 High Quality 有經紀 對 現在HQ 就要我都交給你們囉 那我台詞每次都一樣 沒關係 呵呵 台詞不一樣的事情 有經紀人看上他了耶 對啊 不行 是我 是我帶出他們的 我才是他們的經紀人 我要把他們賣給別人 哈哈哈哈 賣出去 賣掉 對啊 大家昨天有看直播嗎 我們有一個 我有一個新的 我組了一個新的團體 叫做HQ 是我的師弟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們唷 好 不錯 對啊 可是HQ他們很偷懶 今天沒有來上班 他們自 對 不像師姐這麼的認真 要向師姐多多學習好嗎 HQ有沒有在聽 我會把直播給他們看 師姐講話有沒有在聽 每天都要來練習好嗎 不 商量一下 不要放桌子 我盡量 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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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過去啊 欸咻 直播 嘿 很不錯耶 他覺得你的 尾巴說你的台詞很不錯 真的嗎 謝謝尾巴 還是尾巴最懂我 哈哈哈哈 尾巴來桌的店 免費招待喔 呵呵 這個是店長決定的 店長免費招待喔 沒有 他是這個月的VIP 喔 這個月本來就免費了 對 哈哈 他抽到 所以我才說 趕快來 那個 不要那麼多啦 太多了 這些也不要那麼多啦 都擋到拖板了 好 嗯 差不多可以了 可以了嗎 嗯 沒有咖啡 他說這個是進階的嘛 這個是有女王的特權的 對 啊那個是玩家其實不要記 嗯 其實玩家不要記啊 然後 對你全部都拍進去嗎 還是我先講一句 對我剛好都可以進去 都進去 都進去 OK 好了 好了就可以開始了 那我們二獸大陸這個遊戲呢 有分進階版跟基礎版 進階版的話呢 就是我們其實玩家標記 會長的不一樣喔 上面就是一隻在吃錢的 可怕的金錢怪獸 那這個呢 其實玩家標記 他永遠都是給分數最低的玩家 那第一回合的話 你們可以隨便決定一個 就是看起來最笨的玩家 就把這個給他 好 那如果是進階規則的話呢 我們會有弱者的補償名額 就是說呢 我這個女王陛下非常有同情心 所以會給分數最低的玩家一些補償 他每回合就可以多拿一顆骰子 就是紅黃紫色骰子 任選一顆 然後呢 還可以得到一個藥水 毒藥或解藥 各任選一瓶 然後呢 還有一個盾牌跟兩塊錢 就是給那個最弱的 分數最低的玩家的補償 我這個女王陛下是不是人很好啊 對看你們要不要玩這個 女王陛下的同情版本 對 那如果說正常版本就是用這個 好 那我們就會把他給一個看起來笨笨的玩家 好 就可以開始遊戲了 那我們這個遊戲呢 總共最多會有六個回合 回合標記在這邊 那如果說有人的藍色星星 就是我們的榮耀 榮耀的象徵 藍色星星 他到達30分的話呢 那我們這一回合也會結束遊戲 所以說不一定會玩到六個回合喔 如果有人的榮耀已經到達高到一個程度的話呢 那我們也會結束遊戲的 可是結束遊戲的玩家呢 不代表他會是獲勝的玩家 因為我們還要把分數全部加起來 分數最高的勇士呢 才會成為二獸大陸 榮譽最高的士族 好 那我們在起始呢 我們會一個人選一個士族 因為他有分成風火水土 四種不同的種類的士族 好 那我現在選的是火 他的標記呢 就在這個卡片的右上角 對 他有一個火的圖案 這樣就是火的士族 然後也有就是 藍色是水的士族啊 綠色是土 然後還有那個咖啡色是風 好 那就是會 每個人會選一個士族 然後呢 會得到一張士族的領袖 跟一個士族的勇士 那領袖怎麼看呢 那領袖他就是這個 看起來就是 欸 怎麼分呢 我想一下喔 有皇冠的這一個是領主 對吧 對 看起來是 好 好 每個人呢 就會得到一個這個士族的領袖 領袖的話呢 他的標記會長得不太一樣 他有戴這個牛角的帽子 這個是他們皇冠的象徵 好 那就是一個領主跟一個勇士 那你們就會放在各一邊 好 就把領主放在土版的 放錯了 領主會放在土版的左邊 然後呢 你的勇士都放在土版的右邊 好 那這些如果領主死掉的話呢 他就會換一個領主 領主就會選擇這個 其他的勇士裡面 如果說有很多可以選擇的話呢 你就會選一個那個分數最高的人來當領主 那如果同樣分數的話呢 就是可以隨便選一個 就是分數一樣高的 就可以選一個人來當領主 好 那如果說你這邊完全沒有勇士 領主又死掉了 那就是非常的遺憾 就會給你一個補償 給你一個補啊 就是一個爛爛的小兵 然後送你一個小兵來當領主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的起始 就會給你一個領主跟一個勇士 那我們就會放在土版的兩側 然後呢 我們每個回合都會有收入階段 收入階段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領取所有的 不管是領主還是勇士上面 都會有畫一些骰子 然後呢 我們的分數標記 會看我們在哪邊 例如說我們藍色現在在第一排 就是1到10分 那我們就會拿一顆紅色的骰子 如果你在11到20分 你就會拿一顆紅色跟一顆黃色 如果你在21到30分的話呢 那就會拿紅黃紫各一顆 對 所以說你的分數越高的話呢 拿到的骰子就會越多喔 可是呢 我們回合結束要付的費用 也會不一樣 順便講一下就是 他旁邊對應的呢 就是說 第一排勇士的話呢 你要付一個人一塊錢的薪水 在回合結束的時候 第二排的話呢 一個勇士要付兩塊錢 因為你這個國家就聲望比較高嘛 所以當然要付人民多一點薪水囉 然後第三排的話呢 你就要付一個勇士3塊錢 那如果你付不出來的話呢 很抱歉那些勇士就會離開你的國家 對 所以說 你要一定要存夠錢 這樣子回合結束的時候 才能夠付他們薪水 他們才會繼續留在你的國家裡面 幫你做事情喔 好 那我們現在是開始的階段 我們就會領對應的骰子 像這個有一顆黃一顆紅 然後這邊有一顆紫色 然後我的分數鬼就會給我一顆紅色 好 那我這樣總共就會拿到四顆骰子 那我們只有黃色的骰子呢 要先做骰的動作 因為黃色就代表我們去買東西 我們可以折底的金額 先骰一下 好 2 我這個爛骰女王 好 骰出2 就表示說我等一下可以用黃色骰子去買東西 可以折底兩塊錢 好 那其他骰子的話呢 就先不用骰 因為他們是戰鬥骰 所以說當你需要戰鬥的時候再骰就可以了 或是你要拿去做別的事情呢 他也不用骰 所以說紅色或紫色的你就先放在一邊 然後骰好的黃色放在一邊 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遊戲了 好 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就從騎士玩家開始做事情 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圖板上面 只要是你看到可以放骰子的地方 我們骰子就會當作我們的工人 把它放到那個上面有畫 骰子格子的地方去 那不管是我放幾顆骰子 只要我放了一組 一組不管是幾顆 可能是一到六顆不一定 那我只要放了一組骰子 就要換下一位玩家來放置骰子 這樣我的回合就會結束 好 那我現在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有哪些地方可以來放我們的骰子 幹嘛偷偷移動 嗯 卡布 好 那我要講圖板行動喔 好 一開始有七塊錢忘記拿了 應該沒差吧 應該不用講一開始有幾塊吧 是不是 應該沒差 你會設定的部分嗎 你就接一句話讓他們知道有這個東西 哎呀 都沒有把我的人物標記拿出來 都沒有把我的人物標記拿出來 真的是誰領都誰一半 好 兩喝個咖啡好了 嗯 圖板行動 從最左邊開始講 好了 好了 我幫幫忙 好 我幫忙分享我的影片 好 你的直播有一點歪歪的 又歪了 这样比较好 可以吗 嗨大家好 我是正的吗 不方便帮忙回谈 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图板上面有哪些地方 可以来放我们的骰子来做行动 那我从最左边的地方开始介绍起 首先呢这边第一个 它上面会有画说 你可以放什么颜色的骰子 像这个地方呢就是买陷阱的地方 然后上面画着红色跟黄色 所以说这边可以放红色或黄色的骰子都可以 好那如果我放黄色的骰子呢 我就可以折抵两块钱 那如果说它上面写的 它每个东西的左上角呢 都会写着它的价钱 例如说我想要买这一个 那我就要花六块钱减两块钱 就是买四块钱 而且它不管是你要买多少个都可以哦 只是它会折抵你的总价 然后最低呢你要付那个 最低那个低消息是一块钱 对所以说 例如说我买了三个 好买了这三个 那就会是六块加三块加七块 这样我总共要付十六块减掉两块 所以要付十四块 可是呢如果我买的是 假设我的骰子是五好了 我的骰子是五 可是我买了一片三块钱的这个陷阱 那我这样还是要付一块钱 因为我们低消就是一块钱这样子 好那我讲一下如果是第二位玩家呢 他要来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还有那个弱者的消费的优惠 就是说如果你的骰子 如果比前面那一颗骰子小的话呢 只看前面那一颗哦 如果是前面两颗就不用管它 好那前面那一颗如果比你大 你就可以就是折抵你自己的价钱 再加上前面那一个客人的价钱 例如说前面那颗是五 现在这边是三 那我就总共可以折抵八块钱哦 所以说你等那个比较大的骰子来放完以后 你再放比它小的数字 这样会是优惠最多的一个折扣 那如果同样数字的话呢 这样就不算 一定要前面的比你大 你才会得到这个特别的优惠 好那这样总价就会折抵八块钱 那你就是付说 你全部购买的金额 减掉八块钱 就是你要付的金额的最少一块 好那就是我们的陷阱 陷阱你买回家以后呢 你就是把它存在你自己的这个储存区 我们就陷阱的话就会放在这边 那你可以盖起来 不要给别人看到你有什么样子的陷阱 因为这都是打怪物的时候我们要放出去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别人 所以你可以把它盖起来不要给别人看到 那最多可以存五个陷阱 如果你超过这个数量你就不能再买了 然后你也可以存三瓶这个毒药 然后还有五个盾牌 还有三个解药 都是我们要放在储存区域里面 都有储存上限哦 好下一个区域呢 是我们可以购买毒药或是解药的地方 这边的话就只能用紫色的骰子来购买 那假设我放了一颗紫色的骰子 随便什么点数我都可以来购买 好那再放第一个的话呢 是说我可以买三瓶 任选我要毒药还是解药 例如说我想要两瓶解药跟一瓶毒药 好那我这样就要付多少钱啊 为什么没有钱价钱 这不用钱是不是 不用钱它骰子放上去就好了 哦这不用钱 好挖一颗紫色 好那我就要买 就可以买例如说我想要买两瓶解药跟一瓶毒药 好那我将就自己把它拿到我们的勾印区这边 不用钱哦 这是那个魔法师药水师大优惠 就是完全不用付钱的地方 好那第二个来的人就只能买两瓶 也不算买了就是直接拿好不用钱好 下一个格子呢是说你可以放黄色的骰子呢 就不是黄色对不起 冲啊冲啊 下一个格子呢我们这边可以购买勇士 勇士的话你可以用红色或是黄色的骰子去购买它 那看人数就是如果说四个人玩的话就有四格 三个人玩的话呢就只有 诶我们那边玩错了这是三家诶 所以三个人有第四格诶 没关系啊会书都是你们交出的 还好我现在有发现 好那下面格子的话记得要看一下人数哦 如果你是三个人以上或四个人玩的话才有第四格 如果你是两个人玩的话就只有三个格子 好那我们就可以放一颗红色或是黄色的骰子来这边购买勇士 那旁边写的这个两块钱啤酒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这边的勇士你都不喜欢那你就可以花两块钱然后请他们去喝啤酒 好那这四个勇士就是走掉了所以我可以重新开四个勇士 就是可以有新的勇士来做选择 好那重开以后呢我就是要购买一个嘛 那就是看上面的价钱我有没有办法购买 像这个的话呢它右上角 不讲说左上角都会写说还有多少钱 例如说这张就要八块钱 可是它会给你多的分数 例如说这张就是八块钱然后会加红色猩猩六分 可是说如果你的红色猩猩呢 它有一个特别的限制 就是说你红色猩猩永远都不能超过蓝色猩猩 因为红色猩猩是你的勇士的那个 呃怎么讲 勇士的什么 荣又荣育子 蓝色才是荣育子啊 红色叫什么 你帮我看一下 你帮我看一下红色叫 呃 申望 申望 蓝色是荣育 红色是申望 对你的荣育够高 我觉得差不多 哈哈哈 它中间叫超额的荣育子 就是你荣育够高才会有勇士慕名而来 哦好 好 那我们的红色猩猩呢有一个特别的限制 就是说我们红色猩猩代表的是 我们的申望 然后蓝色猩猩是荣育 那我们的红色猩猩 申望绝对不可以超过荣育值 我们可以重叠就是申望跟荣育是一样的 这样是OK的 可是你红色猩猩就是申望你永远不能够超过荣育 因为这样子呢就是我们的勇士 他就不会想要来你的国家 因为你国家的荣育度不够高 好所以说我们在买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 例如说我现在红色跟蓝色的猩猩差距是4 所以说我最多就只能买4分的勇士 那如果说5分的我就不能买 因为这样子他不会愿意来我的国家做事情 好那假设我买了一个4分的勇士好了 那我就把它带回家 那然后付钱 付钱就是说 刚刚是说7块钱嘛 如果是你用红色骰子就会抵掉 那个上面的费用 那我用红色骰子就不会抵掉费用 就要付7块钱 然后你把它带回家以后呢 你就会放在勇士的这一边 然后呢你会马上得到它上面给你的好处 像这一张会给你紫色跟红色的骰子 各一颗 你就可以马上把骰子带回家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马上做使用 然后它下面还会有一个特殊能力 例如说像这边它有写 就是说你杀怪物的时候呢 你的点数会加3 那这个能力是被动的 所以它永远都可以使用 而且说你只要派这个勇士出去杀怪物呢 它就是会加3点 那我们会把这个勇士的标记找出来 因为它是火系的 我们就从橘色的里面找 好找出来以后 你就要把它放在这个勇士的卡片上面 当你要派它去杀怪物的时候 就要把它的token 放到你要杀的怪物的那个位置上 好那这我们等一下再讲 接下来呢看下一个格子 下一个格子就是这边 就是买盾牌 也是用黄色或是红色的骰子来购买 盾牌有什么用呢 就是你可以2块钱买一个 4块钱买2个 3块钱买6个 看你要买多少个都可以 好那买回家以后呢 你就会放在这个储存盾牌的格子上面 最多可以存5个 那你每次去打怪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带盾牌去打怪 那每个盾牌呢 会可以抵消怪兽的一点攻击 所以说例如怪兽打了你3点 那我们每个勇士都是2点血量 就是说如果是正面的话呢 是满血就是2滴血 那如果被扣1滴血就会被翻到背面 他就只剩1滴血了 那么再被攻击一次呢 这个人就死掉了 死掉的话 他会跟卡片一起弃掉 对所以说盾牌呢 是拿来抵挡一点攻击力的 所以他就会少扣1滴血 盾牌所以说带出去打怪 是蛮重要的一个东西哦 好那我们这边可以买盾牌 接下来呢看一下这边 这边 你右边肩膀都会这样子 你现在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手伸出来啊 不是不是 你是在紧张什么 没有啊 没有吗 你现在整个是 你伸 就是 你是我右边比较紧 对 你可能是很习惯 对你帮我按摩一下 我在直播 不要乱讲话 我就说你现在姿势是整个 我刚一直在看萤幕是歪的 可是不是啊 因为我刚刚一直用右手吧 用右手也不会耸 你是 会啊因为要抬起来啊 OK啊 抬起来是这样子 然后你是这样子 就是你的 整个是 那我平和一下 好 接下来 蛮有武器 不是啊那是 不是啊那是气骰 那如果这一格呢 是说如果你有多的骰子 你用不掉的话呢 你可以把任何一个颜色的骰子 放到这边来 你就可以换一块钱哦 所以就说我丢了五颗骰子在这边 我就可以换五块钱 不过这个是有点像垃圾桶的概念啊 所以不建议大家来这里 除非你真的找不到说你的骰子可以做什么用 好那这边就是有点像垃圾桶可以换钱 接下来这一格呢 是说你可以去买道具 一样是用黄色或是红色的骰子去买道具 那我们道具会开在下面 总共会开三张 那这三张的价钱一样都在左上角 这张八块六块五块 那我就是 买了以后呢 你就会得到上面的功能 像这个的话就是你有这个道具的话呢 它要佩戴在一个武士的身上 一个勇士 那你如果带这个勇士去打怪物的话呢 红色骰子都会加一点哦 或是打领土也可以 如果它没有限定的话呢 就是说打什么都可以 那如果它有画杀怪物的符号 或是捕捉怪物的符号 那就是说它就只能限定在杀怪物 或是捕捉怪物的时候才能够使用 那没有写的话就是都可以使用 像这个的话就是说 你带它出去打怪物 你黄色的骰子 可以重骰两颗 重骰两颗 那这就是紫色的骰子 可以重骰两颗 所以说你买回家了以后呢 这个道具呢 就要佩戴在某一个勇士 或是领主的身上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叠在一起 就表示说它有佩戴一个道具 好 那我们每一种道具呢 都只能携带一个 对 没有出真的勇士 阿Q是说没有出去了 我知道啊 可能要特别讲就是了 好 那我们道具呢 买回家以后呢 就是要佩戴在一个 还没有出去打仗的勇士的身上 因为有可能你已经派他出去打仗 那这时候就不能再 就是 欸我要给你道具啊 他已经走了这样子 所以说 他就只能戴在 就是还没有出去的勇士 或是领主身上 那你就可以把它叠在一起 好 那记得每一个勇士呢 他同一个种类的道具 就只能携带一个 像这个的话呢 是绿色的 就是盔甲的功能 那你就只能带一个绿色 那如果是剑的话 就是武器 他也只能带一个 然后像这种红色的话呢 就是某些特殊的道具 那也只能带一个 所以说 每一个种类 你就只能带一样 这样子 你不能背一堆东西 在身上出去打仗 太重了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下一个格子 这边 这边是挖矿 因为我们的勇士呢 也是需要赚钱的 所以说 当你很缺钱的时候呢 你可以派你的勇士来这边挖矿 挖矿的话呢 需要红色的骰子 所以说 我放两颗红色的骰子在这边呢 我就会得到六块钱 那如果被放走了 下一个格子的话 是两颗四块钱 那如果也被放走了 你可以用一颗换两块 有两个格子 都是一颗换两块的 那这边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小小的收入 好 那最后这边呢 就是城堡 那城堡一般的话呢 不会有怪物在这边 我们也不用来 除非说你上一回合 有怪兽没有把他打死 这样子呢 怪兽就会跑到城堡里面来作乱 那作乱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开一个这个 肆虐的token 它肆虐token 开出来是什么样子的符号呢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 对应的符号的这个格子这边 就表示说 现在怪兽在这个地方肆虐 我们这一回合呢 就不能在这边做任何的事情 除非我们把那只怪兽打死 在城堡里面肆虐的怪兽把它给消灭 消灭以后呢 这个肆虐的token才会把它给弃掉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再去那个格子做事情 好这个是我们的城堡 你讲话怎么这么累 有吗 很累 是因为没有人 要不要骂一下 要骂一下 你讲话就是很闷 很闷 因为我讲的 趕快讲话 不行你要爱他 热爱 热爱 我爱怪兽 我爱热瘦 恶瘦大陆 你现在是在跟你的氏族们 讨论如何去攻打关 你们要震惊啊 讨论不得很累吗 你要震惊 女王很累 女王很辛苦 你们知道吗 他们要帮你打怪兽 你这样子他们怎么会有勇气 好 士族 勇士 需要你的精神上的支柱 你怎么可以这么的比拳 女王要讲好多事情 我知道了 你现在国土被占领了 现在很苦恼 好 我们的士族勇士们 千万不要让怪兽来这边 攻占我们的城堡哦 那我真的很不幸一个怪兽呢 站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要去这里打怪兽了 好 我们要怎么打勒 就是说我们可以放一个勇士 站到这边来打怪兽 然后呢 接下来你可以放骰子 骰子的话呢 他这边没有限定什么数量 或者什么颜色 所以说你可以随便放 任何骰子都可以放 好 然后呢 你这边还会送你两个盾牌 就是说你可以少扣两滴血哦 那如果是第二个格子的话呢 就会少扣一滴血 而且还会送你五块钱哦 因为这是女王陛下的奖赏 这些臭怪兽 跑到城堡里面来了 所以我就会给你们 钱跟盾牌 让你们去打他 好 那如果你不幸被怪兽打死的话呢 那很遗憾 对很抱歉 我们会帮你做一个纪念碑 然后呢 会帮你的荣誉值加三 对 因为你实在是太可怜了 女王陛下会纪念你的 荣誉值都会加三 好 那这只怪兽要怎么打呢 等一下 跟打怪兽的行动一起讲好了 反正这边就是打城堡里面的怪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打怪兽这边的格子 打怪兽的话呢 他每一回会会出现两只怪兽 那如果被打死了 就会重新开两只 那没有被打死 就会去城堡那边 然后这边会再开一只 然后我们除了怪兽以外呢 我们还有领地可以攻打 就是要先打完怪兽以后呢 我们才可以去攻占这个怪兽 他所存在的领地 好 那我们要先看一下 怪兽跟领地是不是相同属性的 如果他是火 然后领地是风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触发任何的效果 那假设非常的不幸 就是 刚好开了一只风的怪兽 然后他又刚好在风的领地的话呢 这样子他们就会 就会刚好属性配到 他在一个他很适合很愉悦的环境 所以这怪兽就会变得比较强 他攻击力就会增加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是照正常的攻击力 像这一颗的话呢 这只怪兽他的攻击力 是三颗黑骰 这样子的话呢 要打他的人 我们就会先骰三颗黑骰 等一下再讲那个好了 我先讲下面怎么做放置 好 重来 那如果说我们要打这只怪兽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样 要派一个勇士来站在这边 然后呢 上面会指定说 他要放什么样子的骰子 我们就要照他的指定来放 他上面的话呢 是说你一定要放置的骰子 例如说这边是一颗红色 所以你至少呢 要放一颗红色的骰子在这里 好 下面的话呢 就是说你可以放也可以不放的 那就是说五颗红色或紫色的骰子 所以你可以在下面放五颗红色或紫色的骰子 或是你不想放那么多的话呢 也可以不用放 没关系 好 那就看你自己决定要放多少 所以我最多可以放六颗 好 那第二个格子就是以此类推 他至少要放两颗红色 那下面两颗紫色也是可放可不放的 可是这个也是上限纸 所以你最多只能放两颗红跟两颗紫 也是不能超过的喔 就是也是上限也是有低消的 好 那上面旁边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他的优惠 就是你站这一个 这一排去打怪的话呢 他最左边的呢 会第一个出去打 最右边的话就是最后一个出去打 我们会从左到右的顺序去打怪 那这个格子的话呢 他有一个奖励是说 你来这里打怪的话呢 你紫色骰子可以重骰一次 那这个就是说送你一瓶解药 就是可以让你多增加一滴血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送你四块钱 这边是说红色骰子可以重骰一次 所以你在哪一排呢 会有不同的优惠 那你自己可以选择 不一定要先从左边开始放 你想要先放最后面也OK 因为可能可以 会有剪尾刀这个动作 因为如果前面的人 没有把怪兽打死的话呢 怪兽的血量还是会被扣掉 然后你再去打怪的话呢 就会比较容易把它给打死哦 诶怪兽好像没有血量哦 有啊就那个十级的啊 哦对好那我没讲错 好这这一段 没有关系 疑问可以把它剪掉 你真的会这样子耶 你像现在对你 现在会吗 你没有举手也是啊 就可能我右边比较紧 你上次跳舞这边还没好 我是可能乖乖的 还没好 我现在两边都会痛 好啦那你放进手 辛苦你了 都很痛 好辛苦 嗯 拉一下劲 我好像没有人肉沙包 现在在外面 要帮我按摩一下 你需要的不是 你需要的是 你需要的是 沙包让你乱伸一下 沙包打完就更紧了 这边变得很强作 好啦不管了啦 好 那个接下来 接下来是 打怪扣血量 讲到哪里 好现在讲怎么打怪好了 道具道具 线紧 线紧 好 那我们打怪的时候 除了放骰子以外呢 下面还有格子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 要不要带盾牌 或是要不要带陷阱 或是带我们的宝藏一起去打怪 那如果要放盾牌的话呢 就是放在下面的格子 一个格子可以放一个 好那所以我最多像这样子的话 剩两个空格 我就可以放两个盾牌 或是我想要带道具或是陷阱的话呢 我就是把陷阱放在下面 那也是看你的那个骰子数量 如果说你只有放四颗骰子 那你就可以带三个东西 那如果你放六颗骰子 你就只能带两个东西 就是最多就只能把针牌给放满 就是我们包包的容量是有上限的 好那我们也可以带宝藏 这个宝藏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打死这只怪兽 可是你还活着 那你就可以捡一个这边四个宝藏 选一个带回家 那带回家以后呢 你下次打怪就可以带宝藏一起去打怪 像这个宝藏呢 就是说你带它的话 你杀怪兽的话呢 你会加四点的那个荣誉值 好就会马上加四点荣誉值 如果说你把这个怪兽杀死的话 好那每个宝藏都会有不同的功能 像这个也有说 你如果带这个宝藏去 你上面紫色的骰子 全部都会加两点点数 所以说有的宝藏是还蛮好用的 你如果没有打死怪兽 也不要难过 就是你还活着的话呢 你就可以扛一个宝藏回去喔 好那我们现在放好以后呢 就会换下一个玩家 然后如果说全部都放满的话 我们就会等下回合结束的时候 从左边到右边来做打怪物的动作 那如果怪物被打死的话呢 我们就会打领地 那如果领地也被打完了 那后面的勇士们就很抱歉 你们这回合就没有做到任何事情 所以说你自己决定说你想要在后面剪尾刀 还是要前面一点比较可能打到东西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说你要放在哪一排 好那现在教一下各位勇士们 要如何打怪兽 打怪兽的话呢 怪兽它首先会有三颗黑色的骰子 那每只怪兽不太一样 像这一只就有四颗攻击力 那这一只的话呢就是三颗攻击力 三颗攻击力就是说它会先攻击你 因为你跑去打它嘛 所以它会先攻击你 好那攻击的时候就是骰 骰三颗黑色的骰子 如果点数大于2 就是3456的话呢 就表示它有打到你 因为你的血量是2嘛 所以说不管怎样就是3456就表示有打到 如果是1或2就是没有打到 所以像我现在骰出623 就是2就没有打到 然后3跟6就会扣我2滴血 好那如果说我没有带盾牌的话 我就死掉了 可是我现在刚好我很聪明 我有带一个盾牌 所以盾牌就会抵掉一滴血 所以像我只会扣一滴血 我就会把它翻面 翻面的话就表示说我受伤了 我扣了一滴血 不过没有关系 现在换我打它了 好换我打它的话呢 我的骰子我可以一颗一颗轮流骰 因为呢它这边下面有写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捕捉它 首先你要先带一个笼子去 一个陷阱 你就可以捕捉它 捕捉它的话呢 需要点数13 那如果说你点数不小心骰到17以上 你就会把它给杀死 所以说有时候你想要捕捉它 可是你不小心骰得太大了 那你就可能又会把它给杀死 好 那如果捕捉它的话呢 你就会加上面的分数 3个荣誉点数 然后跟8块钱 那如果你杀死它的话呢 你会得到4点荣誉分数 然后加上它会给你一个毛皮 毛皮的话呢 记录你不用拿任何的token 你就把它翻面 然后把它带回家 就表示说它游戏结束的时候 会帮你加1分 1个毛皮是1分 这样子 所以就看你想要钱还是分数 你就选择说要捕捉它 还是你想要杀掉它 可是有时候不是你可以选择的 因为常会不小心就把它给打死 那我们就一颗一颗骰 好 那我们先骰第一颗 3 好3的话都做不到 所以继续骰 然后下一颗是1 好加起来是4 再骰一颗 好6 加起来是6 再骰 3 所以加起来是9 再骰 4 所以加起来是13 还是不够 诶诶诶诶 诶诶诶 13够了够了 13够了就是可以捕捉它 如果你想要捕捉它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停了 对 如果说下一颗不小心骰到4以上 变成17 你就会把它给杀掉 那假设我下一颗 如果我想要杀掉它 可是我骰到2 那这样加起来只有15 15的话我就没办法杀掉它 我就只能捕捉它 好 如果我要捕捉它的话呢 我就是把这个陷阱给弃掉 然后就可以把它给抓回家了 那如果说我要打开陷阱的话呢 也是ok 例如说我想要杀掉它 可是我前面的骰子都杀不掉 那我就可以打开陷阱 然后多两颗紫色的骰子 我就可以多增加两颗骰子的攻击力 这样子有可能就可以把它给杀掉了 好 那不管你是捕捉它还是杀掉它呢 它就会被杀掉就会弃掉 然后如果 诶 讲错了 如果被杀掉的话 你就会把它带回家有毛皮 那如果说你捕捉它的话呢 就可以不用理它 就把它弃掉 然后加上分数 然后拿钱 然后就把它给弃掉这样子 那下一位的话呢 就是只能打这个领地 它就没有怪兽可以打了 因为我们要全部的玩家 这一个回合都结束 我们才会补充我们的怪物跟领地 好 那现在看一下领地要怎么打呢 领地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你所有放在下面的骰子都拿出来骰就对了 因为它只要超过它上面写的数值 像这一张的话呢 写了16 所以说我只要全部骰出来超过16 我就可以把这个领地给带回家了 好 那我就全部一起骰 6加51 超过了 超过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领地给带回家 然后我就会增加荣誉点数 上面写了5分 然后我就会拿蓝色星星加5 好 那下面的话呢 是说它的给你的一些好处 好处是说 你每一回合可以花一个行动 把两颗黄色的骰子放在这边 好 放在这边的话 这算是一个行动呢 你就可以换9块钱 所以说你可以自己选择说 要不要使用这个行动 可是它你带回家 就是你自己专属的行动格 所以说你每回合要用或是不用 你都可以自己决定 那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这个属性呢 是风的领地 所以说假设你有风的战士 像是 风的战士什么都没有啊 好 假设我家有一个风的战士 那我跟这个领地是同属性的 所以我可以派这个风的战士 去统治这个风的领地 这样子的话呢 我每个回合就不用付这个战士 就是薪水 因为他有统治领地 他自己会去这个领地上面 自食其力 就是 他会自己想办法去赚他的钱 所以说就不用付他薪水 所以说如果你有同属性的勇士呢 把它放到同属性的领地上面 这样是很省钱的一个行动哦 好 那我就是介绍这个领地到这边 OK 接下来想要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任务 哈啰 导演你在干嘛 我在看你的说明好像不大对 阿Q强的我哪里不对了 红色是力量骰 紫色是魔法骰 魔法骰好像是取消伤害 取消 不可能啊 取消伤害是靠盾吧 然后你要捕捉的时候要部署陷阱 有啊我刚刚讲啊 要捕捉的时候要部署陷阱 没有放陷阱就不能捕捉了 有啊我刚刚讲说要抓的话下面要有陷阱啊 这就是问题啊 昨天晚上就知道没有 有啦 昨天明明就有讲 你讲到哪里了 好 现在讲这个任务 那我要干嘛 继续帮你看说明说 好 继续看 好 接下来呢 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每个回合呢 这边都会有两个任务可以来解哦 那什么样的任务呢 就是说像这个任务的话 是说你可以花两个 红色或是紫色的骰子 来这边骰骰看 那如果点数有大于5的话呢 你任务就成功了 你就会加一点蓝色星星 然后更拿到8块钱 可是如果你失败了的话呢 就是说你骰出来 点数不到5 那你就失败了 就会扣一点蓝色的星星哦 好 那这个任务的话 你要解的话 你就是站在下面 然后放就是两颗红骰 或两颗紫骰 或是一红一紫都可以 好 那这个回合结束的时候 我们才会来做这个任务的结算 那另外一个任务呢 就是说你要花掉对应的东西 就可以马上得到下面的东西 它就是不用骰的 就是你只要花费资源 就可以来换东西的 好 那像这边的话呢 说要4颗红色或紫色的骰子 所以我要来这边解任务的话 我就要放4颗红色加紫色 或是随便你 就是红或紫的骰子 然后呢 还要再加上一个盾牌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盾牌 把它给花掉 放在这边 然后呢 你这回合结束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片任务 领回去 然后得到2个毛皮 然后如果你说放在这一格的话呢 你就是可以得到10块钱 所以说如果是你站这一格 你就可以把这个任务拿回去 代表说你得到2个毛皮 那另外一格 你就是直接拿10块钱回家 好 那2个格子拿的东西 会不一样 所以你自己选择说 你要站在哪一个格子哦 那另外这个任务 就是2个人都可以解 那它就是2个格子的效果 是一模一样的 好 这个是我们的任务 那回合结束的话呢 我们就会换一片 这两片任务 这两片任务 就会气掉开心的任务 出来给大家 好 结束了 讲完了 导演 我讲完了 好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啊 计分方式 你帮我看一下计分方式 它气掉紫色的魔法材 可以取消一颗黑色黑骰 在气掉之前 在怪物攻击之前 你气掉紫色骰子 可以取消一个黑色骰子 所以我要补充讲这个吗 可是它是 又说是自己领 又说是上面 所以我也不确定 什么啊 它说部署在上面的 跟又说在家里的 所以我不确定哪一个才不对 好 不确定 那就不要讲了啦 反正那是细部规则 不讲也没关系啊 好啊 所以你现在要讲心得了 现在不是讲 那个游戏结束继分 好 那我要 你帮我确认一下 继分有哪些 OK 我记得就是蓝色猩猩 加上红色猩猩嘛 然后 还有毛皮嘛 还有什么吗 喔 还有那个勇士 有几个 勇士有什么 同属性的几个可以加分 那我确认一下是几分呢 它还有难度 所以我们应该玩一下 很简单 OK 进度版 红色 荣誉值 声望值 肩灭的怪兽 一只一到三分 啊 肩灭的怪兽有分 就是毛皮吧 毛皮 打死的有分 好 还有咧 然后纪念品的价值 纪念品是啥 就是你讲的毛皮吧 然后再来 只有火焰图示有加分 只有火焰图示有加分 其他都没有 嗯 真的假的啊 火焰图示数量 依照下表 替换这些图示 进行算分 什么叫火焰图示 火焰就是属性火的啊 你确定其他都没加分 只有火的有 太奇怪了吧 属性图示数量 三个三个四个五分五个七分 每个属性都重复 啊就是每个都有啊 你在想啥啊 我中文好 最想的是 三个三分 两个没分 一到两个一分 一到两个一分 三个三分 四个五分五个七分六个十分 等一下好难记哦 四个五分五个六分六个七分 就都加一嘛 是不是都加一 没有一三五七十 一三五七十 一三五七十 你能不能做一个表 然后我说 计分表 哈哈哈哈 分数是一三五七十 然后上面是 二三四五六 一二是 一二三四五六 一三五七十 对 一三五七十 一三五七十 好的 那我们来讲一下游戏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算分呢 首先呢 我们要先计算我们蓝色星星 就是我们的荣誉值 看你有几的话就是加几分 然后加上红色星星 就是我们的声望值 你有多少的话呢 也会加上去变成你的分数 所以例如说我蓝色星星有三十 红色星星有二十五 那我就会得到五十五分 然后呢最后再加上你的毛皮的数量 就是刚刚如果你有打死怪兽啊 上面就会有毛皮嘛 或是有的可能宝藏上面也会有毛皮 就是把你所有的毛皮数量都加起来 好假设我有五个毛皮 那我就再加五 所以有时候就变六十分 然后呢最后呢还要加上你的勇士的属性 看你的勇士跟领地 总共加起来有几个一样的符号的标记 就是我们的属性 例如说我火的属性 我有一个 然后两个 三个四个 好假设我有四个火的勇士 那我就会加上七分 对就会加七分 我们要怎么算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有一到两张一样的属性的话呢 你就会加一分 然后如果说你有三个的话呢 会加四分 你有四个的话呢 会加七分 你有五个的话呢 会加十分 好这样没错吧 确认一下 五个七分六个十分 五个七分 那你不说一三五七十 对啊所以 一 三 五 那我还要两张 那边一张火的 两张干嘛 七 怪兽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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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勇士跟领地 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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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 好 一 三 五 七 十 没错啊 嗯 那我再加一次 好 假设我有火焰属性的 就是它的 右上角有画一个火焰符号 就是同样属性的呢 你就先把它全部都放在一起 然后算一下总共会有几分 那同样的属性的话呢 一到两张的话是一分 然后三张的话呢是三分 如果你有四张一样的会得到三分 如果你有四张一样的会得到五分 如果你有五张一样的会得到七分 你有6張一樣的會得到10分喔 所以你最多可以收集就是6張一樣的屬性 這樣你就會得到一組10分 那如果你有不同屬性呢 就是分開來算 都是一樣就是1張1分點點點點點 6張10分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全部把分數加起來 就是你最後的榮譽總數量了 那榮譽最高的勇士呢 就獲得我們的二獸大陸的冠軍 好謝謝大家 他有說平手的時候怎麼搞 蛤還有平手的時候 最高聲望的首領 然後再來是比紀念品 好不完了啦 所以奇怪者自己看多名字啊 再來是比金幣 那如果還是平手的話 休息一下再開一次 不管啦應該很難平手吧 這分數這麼高 要講有心得嗎 哪有像什麼遊戲 我覺得蠻像那個襲擊特戰記一直打怪 有襲擊特戰記嗎 有啊你不知道嗎 我沒玩過耶 就是那個四季物語的作者作答 可是我沒有玩過啊 店裡有 有啊 還是被賣掉了我也不知道 之前有我有買 什麼時候玩 有的話可以玩啊 可是我不知道有沒有 會被賣掉 還有什麼一直打怪的策略遊戲 他其實比較像沒有圖版的地層遊戲 地層遊戲 地層遊戲那麼蠢 地層遊戲像摧斯特傳奇 什麼時候 D&D的 Advanced Traitor System 我不要照什麼講 你都會講錯 我什麼都會講錯 上次那個什麼 騎士啊什麼龍 都不要講錯 沒有他應該後來改規則 誰掛 我玩的是 PMP版 他後來出來之後 第二次PMP改一次這樣 那樣啊 席迪特戰劑加上馬可波羅好了 因為他會放骰子 你不是說馬可波羅不是 那個 煉金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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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蠻像的啊 煉金素食 一點都不像 煉金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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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剪過還不知道 真的是金魚腦跟我一樣 我是不是 橫河王侯啦我想起來了 我這不算金魚腦 我這應該算資歷退化 橫河王侯啦 好現在就說像那個 奇跡特戰記加馬可波羅加橫河王侯 夠多了吧 這樣誰敢玩啊這麼難 送這塵衫誰敢玩 他其實是蠻複雜的這個規則 我覺得他蠻簡單的 玩起來簡單 可是他規則很多啊 他比較偏主題類遊戲 他比較偏大家熟悉的 地層的打怪的遊戲 那就橫河王侯加 那個奇跡特好了 那就不要講了 生水不是真的那一個 那個 我忘記名字我媽呀 不管你也啦我就這樣講了啦 好好好 你錯了 我差點看到直播那一台 哈哈 那我自己玩過兩次 我自己的心得是覺得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打怪遊戲 如果你很喜歡打怪獸 攻擊別人的快感 那你很適合我們看我們的二獸大陸喔 因為他就是從頭到尾就是要一直不停的打怪 而且他還加上了策略的程度 就是你必須要去賺錢 付錢給你的勇士們 或者是買道具給你的勇士們 讓他變得更強 才可以去打更高級的怪物 所以其實他有一點像電玩遊戲 就是你必須要有裝備啊 然後你必須要有錢啊 必須要有一些道具之類的 你才可以去打怪 然後打到越好的怪物呢 你的分數等級就會變得越高 然後你就可以去打更多更好的怪物這樣子 那我自己會覺得他有一點點像那個席迪特戰記 因為席迪特戰記我也蠻喜歡的 他也是一個打怪的遊戲 可是不一樣的地方是席迪特戰記 他是又有加上一點曲控 就是你要去不同的地圖那邊打怪 然後打完怪以後呢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獎勵 而且獎勵呢 他最後跟你的得分條件還會有一點相關 所以說跟這個遊戲呢 我覺得就是打怪的那個主題還蠻像的 可是遊戲機制是完全不同的喔 所以說如果你喜歡打怪的話呢 也可以玩玩看席迪特戰記 他是完全不同的機制 可是一樣主題是打怪的一個遊戲 然後呢我覺得他自己的這個放骰子的機制 有一點像橫河王侯 就是我之前有介紹過這個遊戲 他也是放骰子的遊戲 而且會根據你骰子的顏色 會去做對應不同的東西 例如說我紫色的骰子就只能去打紫色的地盤 或是說我黃色的骰子就是固定只能做一些事情 所以說你還要去轉換骰子的顏色 或者是你還有重骰的功能 就是你都要用一些骰子去做事情 那一樣是骰子就是工人 然後你要放骰子的話呢 才能夠做行動 所以說橫河王侯它也是一個 骰子的那個工人放置遊戲 所以說如果你很喜歡骰子 可是你卻不喜歡運氣成分太重的話呢 那你也可以玩玩看橫河王侯 它就是骰子當工人放置的 類似這個機制的遊戲 那如果你喜歡橫河王侯 或是喜歡奇蹟特戰記的話 也非常推薦你可以玩玩看我們的二獸大陸喔 因為它結合了打怪加上骰子工人放置的這個機制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因為通常很少會把打怪跟骰子的工人放置聯合在一起 所以這是我玩過覺得蠻特別的一款遊戲 就推薦給大家囉 好 你玩的心得有講嗎 有啊 你都沒在聽 我玩的心得有啊 我不就說它就是一直打怪 會有點像電動玩具 就是你要拿裝備拿到去 是怎麼贏 啊我又沒贏 叫我講什麼贏 那有啊 怎麼樣沒有輸 那你要不要介紹怎麼輸 哈哈哈哈 你第一次玩輸 第一次玩完都沒有玩完啊 對啊 不是快輸 啊第二次不是 因為有我在所以大家打得很順利 對 所以我們就不會輸了 有你在真好 好不管了啦 心得沒有要講很多 沒有要講很多 心得就是 這對重設玩家來講很難輸 呵呵 沒有是對骰子很爛的人 其實很難贏 就是一直骰都打不死 你要靠陷阱跟那個道具 好 就管它了 好 那就介紹你的專輯吧 好 謝謝大家今天觀賞我介紹的二壽大陸 如果你覺得我介紹還不錯 因為支持我一下的話呢 也拜託大家支持我的最新國語創作寫真專輯 這首歌叫做純蜜 純蜜的話呢 它裡面非常的豐富 有160頁的寫真喔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造型 有cosplay 有運動風 有生活風 也有性感的 然後也有跳舞的 或是運動拳擊的 就是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我在裡面 而且呢 後面還有附十首歌的CD喔 這十首歌裡面有五首歌 這首歌是我自己的歌詞創作 如果對歌詞創作有興趣的 或是想要支持我一下的朋友呢 都希望大家可以購買一下 裡面有我每一首歌的歌詞創作心得 只要是我寫的歌詞 我下面都會有分享說 我創作的心得是什麼 因為都是根據我自己的自身經驗來做改編的 所以說非常推薦給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裡面還有我從小到大就是表演的經歷 以及我例如說念了北韻女資優班啊 然後台大戲劇戲啊 被我媽趕出家門啊 各式各樣就是表演 還有我生活的一些點滴的故事 都有全部記錄在裡面 有點像我的個人自傳啦 所以說想要了解我的朋友呢 都可以看一下喔 然後最重要的是呢 這本專輯它非常的划算 因為說如果你來秘密基地桌遊 專賣店購買的話呢 會送你一盒我非常喜歡的桌遊 叫做狼人真言 狼人真言它在外面購買的價錢 可能比我的專輯還要貴喔 所以說非常推薦大家 來秘密基地桌遊店 去購買我的專輯 就送你桌遊狼人真言 而且如果遇到我的話 也可以跟你簽名合照喔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過來的話 也沒有關係 我們網路上 或者是各大唱片行都有辦售 或者是呢 你想要聽我裡面的音樂的話呢 在一些音樂平台或是YouTube上面 都可以聽得到喔 這張專輯十首歌 我總共拍了六首歌的MV 那我們會附在那個影片的下方 有影片連結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總共有六首歌曲的MV 表演都非常的精彩喔 那也請大家支持一下我的個人的YouTube頻道 可以搜尋李蜜Mina 李蜜Mina就可以找到我了 裡面有非常多我的舞蹈影片 以及我個人的一些表演的影片都在裡面 那也請大家就是幫我的這個 惡獸大物的影片按讚還有按分享 以及幫我們的桌遊頻道按訂閱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建議 或者是你想要我介紹什麼其他的遊戲 或是不管你對我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想要跟我來玩桌遊 全部都可以留言在我們的影片下方 我們都會一一回覆你的喔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觀賞 我是秘密基地的李蜜 大家掰掰囉 好 謝謝 OK 耶 收工 吃飯睡覺 還有觀眾 還有觀眾 那你下午都要玩啥 下午是子虛來吧 玩路騰 玩路騰嗎 如果他沒有玩路騰 如果他玩過玩什麼CO2 CO2 新版我還不會耶 我有新版 你那天不是有嗎 蛤 沒有啊 那天那個 王毅哥不是有來教你嗎 沒有他只有拿來而已 沒有時間玩 拿來然後玩路騰 因為他也還不會玩啊 他反而是要我教他舊版的 然後他在研究一下新版的 可是他在沒有時間 OK啊 然後那個 麗媛艾 麗媛艾 我說下午有沒有這種策略遊戲 策略遊戲 你剛剛不是說子虛會來玩 然後麗媛艾分享他 他在問啊 我叫他下午策略團 叫他一點來 一點 快一點啊 我去找一下廠商好了 不知道他們談的 OK 那跟大家掰掰 大家直播著掰掰 我們下午有策略團 然後晚上 還有空嗎 LARP 你可能要上次 LARP還有空缺嗎 不會啦 不會啦 不行喔 好那晚上大家可以自己 揪團來玩 我們下午有策略團 歡迎大家加入喔 掰掰啦 好謝謝